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安徽省迸部市郊 淮河的北岸 有一个极为普通的村落 叫做双敦村 许多年来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片地方 直到2007年 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 才突然让他声名打扫 随着人们聚焦的目光 双敦村里隐藏的历史之谜 渐渐公布一世 这个天生就带有历史密码的村庄 原来是那样匪夷所思 2005年6月17日下午 安徽省迸部市博物馆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打破了办公室的平静 馆长前人发 接听完电话后 神色严峻 把这个电话的是双敦村的一个村民 我们请了文物保护员 他打过来电话 向我报告了双敦 这个汉墓被盗了 电话中被盗的双敦汉墓 位于邦布市淮上区的双敦村 距离淮河北岸三公里 1993年被列为省级保护单位 双敦汉墓分为北敦与南敦 村里的文保人员 在例行巡查时 发现北敦出现盗洞 那天我在巡查的时候 发现这个有眩图 有箭头的 有空间水平 有发明面带着 再往里面一看 又发现一个盗洞 盗洞直径一米左右 深三米 尽可容纳一人进出 盗洞的尽头向西 盗墓贼还用碳铲打了一个碳洞 这个碳洞打得应该说是很专业的 我们看到了它这个洞打得是B直的 非常直 而且用变光一照就可以看到这个镜头 估计有九米深 幽深的盗洞 下落不明的盗墓贼 让双敦汉墓处于极度的危险中 此时远在省城合肥 有一个人更加心急如焚 他就是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 看区行 看区行 1949年出生 毕业于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 现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看区行是双敦汉墓的发现人 对双敦汉墓有着特殊的感情 虽然墓葬背道未遂 但是如此专业的盗洞依然让他焦虑万分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个盗洞引发了中国考古界一次强烈的地震 1991年初春 春寒料窍 看区行第一次来到邦布市双敦村 刚一到村口 他的目光就被村外两座巨大的土墩所吸引 这两座土墩高达九米 底部直径超过六十米 布满了杂草和树木 对于看区行 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考古人来说 大学毕业后几乎跑遍了安徽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像这样巨大的土墩 他还是很少见到 当时看区行正在双敦村 主持发掘一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 工作之余 他经常来到这两座大土墩前观察 会不会是古墓葬的风土呢 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 他希望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他向当地的村民询问 得知双敦村的村民也是因这两个土墩而起 并且还有一个传说流传至今 听老一辈人说 这家人打着女孩呀 你那样呢 到时候呢 就累了 就休息 休息 就坐着休息 就先脱掉 这桌就可以刻个图 又就要刻个图 这个以后就成了两个土墩了 名字就叫 我们这个城就叫双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解放军某雷达连进驻双敦村 将这两个土墩的顶部推平盖上了雷达站 并且在土墩内部修建了防空洞 2005年 北墩出现的盗洞 就是盗墓贼利用防空洞所发 八十年代初 雷达部队撤防 村里人便习惯的将这两个土墩 称为雷达站 在看巨行的眼里 这两个雷达站 其实更像是古墓葬的风土墩 有一次 他从南墩的底部取土 发现取土断面上 有类似于白膏泥的白色颗粒 这让他心形异常 这个白头库粒的发现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了 就是说在战国到西汉的时候 这种大型的土墩墨 是用白皎粒和墨碳 进行对墨藏的藏具 进行密封用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麻王堆 它是用白皎粒 作为墨藏的密封材料的 所以这个发现以后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双灯城的 这两个这个大徒 对着的这个判断 就是一 它是墨藏 第二个就是它的年代 就是正好 这个相当于麻王堆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战国晚 到这个西汉时候的 这么一个墨藏 所以当时就建议 就是奔墓市正好 就是作为一个 两个汉墨来把它报成 从此以后 村民眼中的雷达战 变成了汉墨 被确立为省级保护单位 一直矗立在双灯村 看巨航也回到了省城 继续工作 时光的流逝 并没有让它淡忘 那两个雷达战 直到十四年后 盗洞的出现 又让他们再次相遇 由于双灯汉墨 北墩被盗未遂 加上当地街道需要整治 奔墓市人民政府认为 该墨藏不宜继续原状进行保护 便向安徽省主管部门 申请抢救性发掘 并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 之后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笨部博物馆组成考古队进驻双灯村 将北墩确立为一号目 十分巧合的是 即将退休的看剧行 成了这一支考古队的领队 这一次 他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 他不知道 这个当年如此吸引他的雷达战 究竟掩埋的是谁 他的考古日志上 又会记载多少惊人的发现 为了弄清双吨一号目的内部情况 在发掘之前 看剧行专门从洛阳请来了打洛阳铲的高手 洛阳铲又名碳铲 是一种半圆柱形铁铲 它的一端油柄 能接很长的杆 伸入地下数十米 使用时垂直向下戳击地面 利用半圆柱形的铁铲 将地下的泥土带出 通过观察土质的变化 来了解地下墓葬的分布与结构 据传洛阳铲是二十世纪初 洛阳附近农村的盗墓者李鸭子所发明 后来 著名的考古学家魏俱贤 在1928年目睹盗墓贼使用洛阳铲后 便将之运用于考古钻探 从洛阳来的钻探队 在双吨一号墓一直勘探了两颗多玉 勘测的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 墓坑的形状并不是一般汉墓所呈现的方形 而是缺了四个角 极不规则 更加接近于十字形 而且墓道又短又狭窄 仅有三米长 根本不符合一般汉墓的藏制结构 这是什么墓藏 为何如此奇怪 难道不是古墓 虽然看巨航知道用洛阳铲勘探的结果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但是这样的情况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就在他开始怀疑一号墓的性质时 钻探队最后一次勘探中 洛阳铲带出了朱砂 朱砂是用于两种概念 一种表示神权的人对死贼的一种哀悼 他使用朱砂很早 在新世纪时代之前的以前就用这种朱砂 那么到了后来就比如说到了周代 甚至于从旧战过这么一段时间 朱砂主要是认为他可以防止尸体不腐烂 作为这种防腐材料 洒在或者是铺在死贼的棺材里面 一种防腐的用于防腐的一种东西 一般而言 朱砂多在战国或战国早期的墓葬中出现 据此看剧行推断 双吨一号墓的年代应该比汉代要早 除了朱砂外 这一次洛阳铲还带出了铜锈和细小的陶片 证明墓里还有隋葬品 欢迎订阅 2005年10月 一号目的勘探工作结束 考古队又做了一年的准备 2006年底 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在看剧行的带领下 考古队首先从风土队开始 他们采取两分法 将风土一分为二进行发掘 发掘中队员们小心谨慎 生怕漏掉一丝信息 这一天在发掘的过程中 副领队周群在远处画图时 突然发现 整个风土的剖面 竟然出现了不同色彩的条状图带 一层一层叠加起来 远远望去颇为壮观 进前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 这些土居然有五种颜色 这种五色土呢 有红的 黑的 褐色的 青灰的 白的 这五种色 但是呢 其中呢 就是说 不是说所有的条状带都是这五色混合图起来的 而有的是单一的颜色 叠压起来 有的是五色图混合在一起 叠压起来的 而且呢 就是说 这个每一层的堆积呢 就是说 都是斜堆法 就是慢波 慢波逐渐向上堆积 斜堆法 远看一条条的 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就像壁画一样 我们还想保留它 可是没保留下来 这些五色土 色彩纯正 不含杂质 而且分层叠压 显然不是一种随意的堆积 就我们老一辈的这个考古工作者 在挖各类的一种墨藏的时候呢 都没有碰到过像这样的独特的一种 土色的一个风土队 这种风土队在我们省来 这我想就目前全国范围内 也是很少见的 罕见的 土质很纯 颜色很纯 而且是五种颜色配合起来 来堆住这个风土 这个浩大的工程 我想不是一时功夫 所能运作的 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积累 然后运作而成 在看距航的考古生涯中 如此考究的风土堆 它还从未见过 而且在这些五次土中 经过检测 黑土与白土在当地并没有 均需要从外地采运 这就更让看距航感到好奇 要知道 青 红 白 黑 黄 这五种土绝非一般的土 在古代 它们象征着天下的泥土 常常被统治者用来铺垫在设计坛上 祭祀土地神和古神 现在北京中山公园 还保留着明代所建的设计坛 上面就铺垫着这五种颜色的土壤 那么这个五四土它的来历 究竟怎么来的 它可能是一个形成的过程 现在这个还不是说很清楚 但是它有一些现象可以去探索 比如说在这个江泽一带的梁祖文化的遗址里面 在瑶山这个地方 就发现了 那个祭坛有四种颜色的 还没有五色 它有四种颜色的土构成 但它不是像后来那么颜灭 已经发现祭坛有四种颜色的土 虽然双灯一号墓中的五色土 没有按照设计坛这样来排列 但是从墓主人费尽心思的 要从外地采运黑土和白土 这个事实来看 它应该与设计坛有着相同的象征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 不是国君便是王侯 此时在安徽省鹿湾市 西汉鹿湾王大墓的发掘 吸引了全国考古界的研究 双灯一号墓还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不过五色土的出现 已经让看剧行和他的同伴们察觉出 此墓绝非一般 在接下来的发掘中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无数的谜团即将出现 神秘的现象才刚刚开始 双灯一号墓 由五色土构筑的风土堆 让看剧行隐约赶到了什么 他等了一个月的时间 考古队才将风土全部移走 发掘进入到紧张阶段 当一号墓的风土一层一层揭去以后 让人奇怪的是 原先用洛阳厂勘探的不规则的十字形墓室没有出现 却掳出一圈圆形的白土层 外径达六十米 白土层的里边还有一个直径接近二十米的圆形大坑 这层白土层厚约二十厘米至三十厘米 纯白色的土质非常细腻 与一般古墓用于密闭墓式的白高泥完全不一样 从高低腐式宛若一块玉壁 未为状况 这个白土呢 它浴湿的时候呢 它就吸水 干的时候它就很硬 硬得像我们现在的水泥一样 很细腻 很 很纯 而且呢 里面的这个细腻就像我们现在的豆粉 就是白色那种豆粉 但没有豆粉那么白 这种犹如豆粉般细腻的白土 据双冬村的村民称 从未见过 显然也是来源于外地 不过 从它浴湿溪水的特性来看 应该也是起防水防潮 保护墓室的作用 可是现在 墓室还未出现 白土层保护的是什么呢 它的直径达六十米 如此大的工程量 绝非一般人能力所及 再加上 那像极了玉壁的形状 勾起了每一个考古队员的好奇心 瞎想了 当时那种 我们就瞎想这块玉壁是干嘛的 一开始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想 这个底下 是墓藏呢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中间没有 百周围有 此时的看剧行 和其他队员一样 也是一肚子疑问 这样的墓 他没有挖过 更没有见过 怀着同样的好奇心 他带领考古队继续施工 在清理完白土层后 考古队将重点放在了白土层中间的圆形大坑内 他们挖得很仔细 每一敲下去都不到十公分 渐渐的怪现象又出现了 我们在挖到这个木坑填土的时候 发现呢 沿着这个墓壁啊 有两米左右的这个深色的这个土袋 中间的这个土呢 它就是一条一条的这种放射线状的东西 圆形墓坑内 隐约可以看见二十条放射线 由深浅不同的五色土构成 从中心向四周辐射 除了东南角四条挖风土时被扰乱外 其他的方位都很清楚 并且具有一定的角度 从空中俯瞰 仿佛是一个轮盘 又像是太阳的光芒 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认为 就是说呢 是人共就是说有意或者是特意这么做起来的 我们以为呢 就是说这个填土因为木坑比较大嘛 它填的时候也可能就是 这个这个 它是分多少次才能把这一层填填起来 就我们做的 做了以后 就是我们做是采取一层一层做的 那么做一层还是这样 那么最后呢 非常明显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就怀疑啊 那么这个这个东西啊 可能是人共有意做的 二十条放射线 与之前外径达六十米的白土层 让双尊一号木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木呢 此时 坎去行的考古队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这不是木 而是古代的一处祭坛 理由是用五色土堆住的荤土堆 与周代的色神崇拜非常接近 色神崇拜在不同的地方呢 有不同的土地 在有的地方呢 用的是石头 大的石头 做成这个色的神体 有的呢 就是土堆 就土堆 作为色的神体 就土地神的神体 那么文献记载啊 认为从周代以后啊 这个 这个象征着啊 国家的国君 掌握祭祀土地神 这个神权的象征 象征着这个国君 拥有土地统治权的象征 这样一个色 就是什么一个形状呢 就是一个圆形的土堆 但这个圆形的土堆呢 它是有五种颜色的 从五色风土开始 到白土层与放射线 双蹲一号墓中出现的这些 经过精心设计与施工的遗迹现象 似乎都在预示着 这是一处祭坛 如果不是墓 按照墓来挖 无疑就会破坏它 那么到底是应该继续发掘 还是就此停工呢 看剧行必须做出决定 那就这种种迹象看来呢 就是说 那是不是墓藏 也提出了这么一些怀疑 那么为什么 作为我一个发掘者 认为它是墓藏呢 因为我们转叹的时候 已经肯定了 它下面是墓藏 因为我们有诛杀 有陶片 有这个 这个铜器 铜器墨 它有随藏品 然后这个图冠里面的一些防腐技术 铜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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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认真的考虑之后 看剧行还是决定继续施工 它一定要让这个神秘的墓主人 重见天日 当考古队继续向下发掘时 不可思议的现象再次出现 在放射线 在放射线这一层填土的下方 大约一米深 出现了十八个大小不同的土丘 这些土丘形状成馒头形 沿着圆形木坑排列一圈 每一个都有五色土堆住而成 除此之外 在木坑的中间 还有一千多个泥质的土块 土块的形状为肩顶圆体或者方体 高二十至二十五厘米 直径十至十五厘米 体表有明显的十字形绳索痕迹 被专家称为土偶 之所以叫土偶 据说是与女娲造人的传说有关 女娲造人的传说流传很早 据现在的文献记载 就是《太平预览》卷78 记载了一本书 叫《风之通》 据这本书里记载 我们在远古时代 实际上是没有人的 那么只有女娲一个人 那么她感到很寂寞 所以她就是用黄土 来手工团土造人 因为造了很多人 但是由于这个工作很累 做了很久以后 很累以后 她就采用了一个绳索 用这个绳子在泥中 这个取 用绳子一缠 然后我一撒 那就出现很多人 这样的工作进度就很快了 传说中 女娲用黄土七手捏制的土人 四肢健全 成为荣华富贵之人 而用绳索甩成的土人 面目不全 则变成贫寒卑微之人 晚唐著名文学家 皮日修曾作诗 女娲吊绳索 庚尼城下人 至今顽语者 生如土偶身 现在 双蹲一号墓中 发现了如此之多的土偶 其寓意是什么呢 还有那十八个神秘的土丘 又象征着什么呢 看剧行和他的队员们 百思不得其解 就连他本人也开始怀疑 自己最初的判断 可是 要向揭晓谜底 只有等到发掘结束 此时的他心急如焚 可天宫却不作美 崩布地区 一年一次的梅雨季节 即将来临 为了保护现场 考古队只有停止施工 建设防御大王女 2007年5月21日 双蹲一号墓的防御大棚 正在建设中 经过了五个月的田野发掘 考古队员终于得以 好好休息一下 正当看剧行 思考下一步 该如何施工时 一个意外的发现 让他理清了思路 就在我们这个停工的时候 这个奉扬这个文管署呢 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呢 这个你那个是个圆形的墓 我们这里也发现个圆形的墓 我说可是正的 他说是正的 我说你们就给我看好了 动也不要动 结果第二天呢 我就这个 到了这个现场 一看呢 果然不斩 是一个圆形的墓 而且到了底部 上面的气窝 有一部分气窝也清出来了 这个人国家 有一些脑袋也都露出来了 凤阳文管所发现的 这个圆形墓葬 位于凤阳县 临槐关镇的汴庄 距离双吨一号墓 三十多公里 后来被称为汴庄墓 那么这个墓是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在搞基本建设 那么这个被一些盗墓的人啊 把这个气窝全部都倒出来 大部分都拿走了 后来呢被发现自止了 自止了以后呢 又把气窝又追回来了 由于变装墓破坏现象严重 看距航与凤阳文管所进行了紧急发掘 那么这个墓呢 就是说呢 这个底径呢 只有八米 我们双灯这个墓呢 它有它大的墓 对吧 那么我们根据变装的这个墓的底径 推测它的口径的话呢 那也只有大概十二米 那就是说它比这个墓的这个 二十米的口径 那还要小得多 从规模来看 凤阳变装墓比双坤一号墓要小得多 但是由于变装墓已经挖到了底部 所以为探距航提供了更多重要的信息 它的这个泥变的这个也发现了白泥 另外呢 就是说呢 它这个墓底子啊 就是经过清理以后啊 它整个都出来了 那就是说 它出的这个陶器 跟我们奔布转探上来的陶器 那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反过来证明了 就我们这个奔布的这个墓啊 这个圆形的坑啊 也是墓障 而且它的年代也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奔扬变装墓的这个清理 底部的清理以后呢 和气窝的这个水脚以后 它这个气窝这个特征呢 就是重求啊 这个中晚期的这么一个特征 就这个清理以后才会变化了 变装墓的发现终于让双墩一号墓的性质尘埃落定 看剧行最初的判断完全正确 双墩一号墓不是什么祭坛 它就是一个古墓 并且和变装墓属于同一葬制 变装墓中有边中畜徒 在春秋时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使用边中 可见变装墓的墓主人身份非同小可 可是它的墓口直径只有十二米 而双墩一号墓却长达二十米 规模宏大气势磅礴 由此可见一号墓的墓主人身份 要比变装墓高出许多 可是这两座墓的墓主究竟是谁 又为何采取这么奇特的脏脏形式